辣椒酱除了可以当调味料之外 还可以做什么呢 答案是还可以成为 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 一项名为火辣LA 体验调味料的变迁展览 即将位于洛杉矶的 华美博物馆展出 30位本地的艺术家 是应邀利用两种代表性的辣椒酱 来表达他们的创作灵感 对于在洛杉矶的华人 和拉丁裔民众来说 施拉叉辣椒酱 以及特普提尔辣椒酱 可能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 调味料了 现在更有30位本地的艺术家 应华美博物馆之邀 以这两种辣椒酱为灵感 制作出各种画作展出 这是一个很重的画作展出 很多的画作是两层的 在画作上的 但是我们有两个设计 我们有一个视频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画作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画作 可以开出一篇文章 并且在洛杉矶里的菜式 我们基本上只想展示 在洛杉矶里的創作 但也许为为了 我们的文章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文章是一部分 除了把辣椒酱当成灵感之外 其实还有艺术家 真的利用辣椒酱来作画 这个作品是 私网印刷制作而成 那是中间的 当然除了华人之外 也有其他族裔的食品 和辣椒酱脱不了关系 辣椒酱目前已经成为 美国第八个增长最快的行业 官方表示 制作Tapeteo辣椒酱的公司 是赞助这项展览者之一 制作式拉叉 辣椒酱的汇丰食品公司 则和他们没有联系 不论如何 从官方用这两种辣椒酱 来挑战艺术家的创作力 就可以看出 他们似乎俨然成为 在美国的亚裔和拉丁裔的 文化象征之一了 如果您对火辣LA 体验调味料的变迁 展览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3月13日到7月之间 到位于洛杉矶 靠近华部的华美博物馆参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